店家有這種極點的 我也一定會去找他們要 口袋裡隨手一拿 就是好幾張優惠券 兌換券 32歲的馬先生工作多年 薪水好不容易來到四萬多塊 深刻體會小資族存錢不容易 常常是能省則省 我可以去便利商店 像我轉賬一次 就有一次的購物金 尤其是說像現在週末 週末它有兩倍 那等於是我領了一次錢 我就有兩塊錢的購物金這樣子 透過超商提款回饋 可以為日常開銷省下幾顆銅板 還善用手機APP賺取優惠商品 有時候還能獲得免費點心 它每天可以登錄一次 那如果我登錄六次 等於是六個之後 它就有一次可以抽獎的機會 類似這樣的方法夠認真 或許就能靠著一隻手機 吃到免錢飯 網路上就有一名女性 分享小資女的APP省錢管道 大致分成兩大類 有不少集結店家優惠訊息的APP 打著送你超商現金券的活動 吸引消費者天天登入解任務 就算不送現金也會送商品 一樣是靠著定期點開APP 甚至連美妝品也有免費送 真的要省錢 建議您把家裡不要的東西拿出來 二手交換平台替您省下購物開銷 就算真的非買不可 拍賣網站APP也不定時 推出免運費好康 讓您的荷包不要縮水太快 買東西之前 不忘多留意優惠活動 或許就能從省小錢 留下大筆英語 解釋賣長期台北報導